前哐 来啦 来啦来啦 妈,你来啦 小美,你在家呀 是呀,妈,快进来,进来说 来妈,快坐 这自从我房子装修好之后 你还没来过呢 是啊 这房子装修的还挺好的 是啊妈 你这次过来了 就在我家多住几天吧 妈就不在这住了 你看你这装修的房子 妈这次来 接着看看 给你做了一件世界套 你看看 满意不 妈 你说你不在这住了 可是来的时候 为什么带着行李啊 这 小梅 妈就跟你说实话吧 燕子 不在家里啊 妈 你怎么来了 你看 这家里 也没一个空调 也没一个风扇 家里啊 特别热 我呀 想在你们家住几天 什么 在我家住 你说你在老家住得好好的 干嘛非来我家住呀 这老家实在太热了 这跟往年不一样 这把我热的 睡不着 这身上都起肺子了 这有什么不一样的 你说说你 都快在老家住了一辈子了 现在开始嫌弃她热了 燕子 这妈实在没办法了 要不然 也不会来麻烦你 要不这样吧 我在你家 住这一个夏天 住完这一个夏天 妈就回老家 行不行 妈 也不是我不让你住 这我们家 虽然是有空调 可是 它没有多余的房间呀 你呢 不是还有一个储藏间吗 把那个储藏间腾过来 让妈住就行了 我那个储藏间 是要放杂物的 你要是住了 我那些杂物放哪 燕子 我在你家不白住 你看 你上边那么忙 我能帮助你 打扫卫生 照顾孩子 行了行了 你说说你 都一大把年纪了 这烟活 我怎么能让你干呢 我都说了 我家没有多余的房间 可以让你住 这 我可是你婆婆呀 你怎么能这样对我呀 行了 你也说了 你只是我婆婆 再说了 你又不只有我这一个儿媳妇 你还有一个呢 你说你都那么大年纪了 万一住在我家 有个病有个灾的 我不得给你看啊 我就算年龄大 生病了 你这个做儿媳妇的 也应该给我养老呀 你说你是不是老糊涂了 这我们家条件什么样呀 那老二他家条件多好呀 你不去找他 骗来找我 你说你这安的什么心呀 你骗心骗的也太厉害了 燕子 我这都是为你好呀 我在来你们家住的 行了吧 我不需要你为我家好 你去找老二吧 为他家好去吧 燕子 我 你什么你啊 那老二家有大房间 那空调 一天24小时 给你吹着都没问题 我们家那么穷 再说了 你来我们家住 这吹空调 电背得花多少钱呀 燕子 妈在最后问你一句 今天 无论我说什么 你是不是 都不让妈在你这住呀 是 我就是这个意思 只要有我在 我是不可能 让你进我家门的 要是你儿子 敢让你进我家门 我就跟他离花 行 既然你都这么说了 我也不在这 自焚没事了 我走 我走还不行吗 赶紧走 原来是这样呀 妈 没事的 这我嫂子不让你住啊 你就住我家 你看 妈这身上脏兮兮的 你这才装修的新房子 妈在把你家给弄脏了 妈 你这说的什么话呀 这咱们呀 都是一家人 这里是我家 就是你家 小美 你真的不嫌弃妈呀 妈 你说的什么话呀 这哪有孩子 嫌弃自己的父母的 好 好 小美 其实妈今天来 还有好消息 要告诉你 妈 这好消息呀 你等会儿再告诉我 你看 你这到老远的来 肯定饿了吧 我呀 先去给你做饭 行 来妈坐着 今天做的饭还和你的口味吧 和我的口味 小美 我好长时间都没吃过这么好吃的饭了 不咸不淡 这喝妈的口味 你喜欢就好 喜欢就行 这以后呀 我天天给你做 行 那这下 妈可以把这好消息告诉你了吧 妈 什么好消息 你就说吧 这个卡 你拿着 里面有200万 200万 妈 你哪来这么多钱呀 咱们老家的房子 拆迁了 那开发商问我 是要房子 还是要钱 我想着 我有两个儿子 所以呀 我没要房子 我就要钱了 行 妈 这要钱啊 也好 这对我们两家来说 还真是个好消息 妈 这拆迁款 一共赔了多少钱呀 200万 200万 妈 你怎么把钱都给我了呀 这呀 说起来惭愧 真儿 你这大包小包的 准备干什么去呀 是的 你看 我这老房子 不是拆迁了吗 这拆迁款 也下来了 我把这个钱 给我儿子送过去 给你儿子送拆迁款呀 行行 这是好事 只不过 婶 你这有两个儿子呢 这拆迁款 你是怎么分的呀 这钱 你送给谁呀 我准备把这个钱 给我大儿子送过去 哦 给老大他们家送去呀 是啊 这老大 他们家条件不好 这个钱 帮帮他们 那婶 你看 你这老房子拆迁以后 也没地方住 那钱 你都给老大了 那你准备 在谁家住呀 你看你这话说的 我把钱 给我大儿子了 我当然 要在我大儿子家住了 这样呀 婶 我说一句 不中听的话 这我知道 你们家老大呀 是挺孝顺的 可是 他那个媳妇 是什么样的人 你应该比我清楚 这性格呀 比较强势 这你们家老大呢 又老实 管不住他媳妇 婶 婶 你说说 你要是把这钱 全部都给他们家了 到时候 这老大媳妇呀 一生气 把你从他们家 赶出来 到时候 你老怎么办呀 哎 石头 你说的这话 我真没想过 这 婶 这样吧 我跟你出个主意 你呢 一样先去老大家 不过 别告诉他们家 这有拆迁款的事 你就说 想在他们家住 想让他们呀 给你养老 到时候 你看看老大媳妇 什么反应 行 你说这话 有道理 你呀 也先别着急 把钱呀 给老大 你去完老大家以后呀 再去老二家看看 看看他们两家 对你呀 是什么态度 然后你再做决定 那行 石头听你的 石头 谢谢你 今天 要不是遇上你 这石 还真不知道怎么办呢 哎呀 石 这没有什么好谢的 你说 这咱们两家呀 都那么多年的邻居了 我也不想 看着你老无所遗 是不是 对对对 那没什么事 时间走了 行 石 你呀 就按我说的办就行 好好 那你路上慢点 知道了 哎呀 妈在这儿 给你说声对不起 本来 妈没想着 把这个钱给你 妈 这个猜钱款呀 本来就是你的 你有支配权 无论你做什么决定 我都会支持你的 小妹 你真是个 有懂事 有善良 有孝顺的好儿媳妇 我们家 能娶到你这样的儿媳妇 那是我们家的福气呀 妈 你不要这样说 正是因为你对我好 我才对你好的 这个猜钱款呀 我不能要 你自己留着 小妹 你说什么呢 你看 我一个老太婆 我也花不了钱呀 这钱 还是你拿着 你看 这我和你儿子呀 都有工作 有工资 我们不缺钱 所以这个钱啊 你还是自己留着吧 小妹 这个钱 你要是不要 我就生气了 你是不是 不想让我在你家中 不想给我养老呀 你说的这是什么话呀 就算你不给我钱 我也会给你养老的 我知道 你孝顺 你懂事 这个钱 是妈给你的 你就拿着 你听妈的话 这 小妹 这个钱 你要是不说下的话 我可生气了 我不在你这住了 一会儿 你别跟我养老了 我这就走 妈 你这是干什么呀 那行 那这钱 我先收下了 行 这就对了嘛 那以后 您老要是 有用钱的地方 随时来找我要 好 好 妈 你在这儿休息 我呀 先去给你收拾一间房间 哎 我给你帮忙 行 我给你收拾一间房间